土耳其廚師撒鹽哥 他以浮誇的手勢爆紅 日前有一名越南的高官 到他店裡大客金箔牛排 引發民怨 如今越南有一名攤販 只不過是模仿撒鹽哥的動作 竟然因此進了警局 戴著招牌墨鏡 加上浮誇撒鹽手勢 他是土耳其廚師撒鹽哥 招牌動作吸引許多人 爭相模仿 沒想到卻學出了問題 越南一名米線攤販 模仿他用浮誇手勢撒蔥花 還牛腰百屯端菜上桌 沒想到隨即被警方傳喚 他覺得超無辜 後來才知道可能與這有關 原來就在月初 越南公安部長被拍到 在倫敦大客24K金箔牛排 造訪的郡市撒鹽哥的餐廳 當時他還用刀叉肉 為部長吃引發輿論撻伐 與越南政府說要大貪腐 但部長吃的這塊牛排 就要台幣5萬多 也難怪警方以為攤販 在諷刺部長 但不只倫敦 撒鹽哥在紐約和杜拜等地 至少開了15家分店 足球天王梅西和巨星 李奧納多都是做上兵 光是一個黃金漢堡 就要台幣3萬多 網路連一張帳單 更讓人瞠目結舌 四人用餐加上一成五的服務費 僅又價台幣142萬 極致奢華消費也難怪 引發軒然大波 記者綜合報導 在封面下